今天台北股市 大盤几度的由黑來翻紅 拉出了下影線 流了14K 誰是撐盤的要角 很明顯盤中是誰在來 那就是金融股了 為什麼台北股市越跌越要存股 金融股今天成為大盤 穩盤的重心有國安基金出手嗎 金融股破底翻VS高股息ETF 是最近好多投資人都在問的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曾經在金融業服務過的 這個議員教授鄭教授 第一個啦 為什麼今天金融股 強跟這需求什麼關係 說南山禁止警報解除囉 潤泰星潤泰決開趴清河 潤泰星還攻漲停 那也帶動了11家的金控業者 獲利9月獲利儘管不是很好 就永鋒金逆市長 但今天看起來也是利空不跌了 金融股跌下去了 大家都問說 要不要再進去買呢 那另外一個反向思考是說 好多人都認為台北股市大跌 最近ETF的討論度跟成交量 也都上來了 現在是可以買ETF的好時機嗎 那第一個我們講到禁止 禁止本來就不是問題了 那很多人在講說 我們的金管會的話 把禁止重新分配的話 是不好的 但事實上你看到美國 也就是全世界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在2007年的10月14號 它對於金融資產的一個分類 也就是本來是交易目的的 也把它變成非交易目的的 那我再看到美國的國會 也曾經授錢給他們證管會 暫時終止157號的一個公報 那這個公報最主要嘛 也是在有關於市價 來評論金融資產 所以我們的整個會計準則 跟國際接軌 我講過嘛 只有半套而已嘛 那所以我們的金融資產 重新來做一個分類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恰當嘛 那等到說我們全部的 也就是說資產跟負債 你要了解 就像說我們最近 有關於利率往上的話 那利率往上的話資產 相對的債券的話 價格會跌嘛 但是相對它的負債裡面的話 就會 後利就會增加嘛 再加上你目前來講 我們台幣是在貶值 像日元也在貶值 所以日本的保險類 跟台灣的保險類 它有匯兌收益 這個是一個好事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要重新分類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是金管會 一個非常正確的一個作法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我們看到國泰金 護幫金 反而這個禁止之亂 造成了我們的國泰金 跌到39塊以下嘛 那我們看到那個 他們的總經理嘛 他講說40塊以下 閉著眼睛都去買嘛 十年限必言買法 其實他的講法我是贊同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 因為整個的 美國還會繼續升息 那整個的 不管美股跟台股 或全球的股市相對 還是有在下跌的風險 還是很大的狀況之下 我個人認為國泰金 你可以再稍微等一等 不是說40塊不能買 如果你長期來持有它 我個人認為 也是相對便宜 對 像護幫金也是一樣 其實國泰金跟護幫金 跟其他金融股 最大不一樣是什麼 國泰金跟護幫金 你除了跟它可以配息 就是明年的話 那你看國泰金 護幫金 過去大概都配2塊錢 至3塊錢 那明年的話 因為禁止的問題 所以它會受到資本市值利的 一個限制 所以它明年可能配1塊錢 那如果你40塊錢買的話 你的值利大概 5.5% 但是後年在以後的話 那頭後利都非常不錯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將來你如果40塊去買 那護幫金這一波 去年的話漲到80幾塊 我們不要太貪心 我們去到70塊就好 那我就講 有時候我們有人問你說 國泰金 護幫金你買了 好不好 我跟他講說 你買了之後 4年之後 你可能有機會賺1倍 那大部分的投資人 都不會聽到說賺1倍 只聽到那個4年 對啊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 你有時候投資這個金融股 要賺錢也是很容易 那但是你要有耐心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中信金 兆豐金 當然兆豐金現在的獲利 叫好不叫做 事實上重視在它的殖利率 也相對比其他金融股來講的話 沒有那麼高 那所以我個人認為 像兆豐金的話 這個你以目前來講 應該還會再繼續往下 我個人認為那時候 你才來做一個定存股 不是不能買 而是再等一下下 對 沒有錯 好 那金融股 這個是教授的觀察 可能長線看來 未來的獲利果實是在 不過可能可以再稍微 等一下下便宜的價位 那最近投資人在封什麼 都在封ETF 我們看一下 今天成交量前11名當中 就有4檔ETF 當然第一名是 元大台灣50反1 量有22萬張 第二名是元大護身300正2 第六名元大高股息 第11名是元泰 國泰的永續高股息 那殖利率高也是這些 ETF受到小資族青睞的原因 元大高股息 每單位配2.1塊錢 殖利率大概有8.13% 富邦台灣優質高息 殖利率大概在3%到5%左右 10月19號除息股東有76萬 可是要留意的是 這個0056它的成分股 是含有貨櫃三雄的 那為什麼大家想要買ETF 因為你相較這個台股 這一個月跌了11.6% 那元大台灣50反1 因為是反向操作 這個月買了還是賺錢 那我想請問一下鄭教授 就是說我現在你看這個 投證都在買ETF 不管是有配息的好 或者是說反向的好 這個時間點台北股是急跌 去做操作跟存股 建不建議呢 那一般來講 散戶都是後資後賊 整個盤是要往下的時候 他們都不知道嘛 那到最後跌到 已經快要見底了 或是跌得很深的時候 他們才開始發現說 我已經賠了很多 那時候就想到說ETF 可以救他們 好像是這樣子 那事實上ETF 本身來講就是股票而已嘛 你本來是買一檔股票 你現在把它變成 只有台灣50 你買了50檔股票 那你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你是要避開說 我買那支股票 買得不對 它倒去 就完了 那個就灰系統風險 但是如果像現在 美國利率在往上的時候 是系統風險 就是說你不管阿嬤阿嬤 好的壞的都會給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我首先來跟各位講到 我們現在大概0050 那0056 0056 高配市 那很多在媒體上聽到是什麼 他今年的資歷有8%以上 9%以上 8.1% 對 你要知道 蕭亞先有唱一首歌 什麼歌 陌生 你熟悉的陌生人 跟他什麼關係 那高職利率往往就是 將來會變成這些 追求高職利率的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 為什麼 因為你配了8點多 但是你賺了股息 賠了價差 那可能性高不高 非常高 剛才主持人就講到了 裡面的後櫃三雄 後櫃三雄是去年 獲利非常好今年的 我配的是 職利率很高 但明年 以目前的後櫃來講 我上個禮拜應該講過 有上市的公司的老闆跟我們講 他講說去年的後櫃 大概一個後櫃 一萬兩千塊美金 大概一萬五 現在變兩千多 兩千 明年會不會好 不會好 所以股價會不會記那塊 那可能性非常高 那再加上 去年我們講到航海王 鋼鐵人 鋼鐵人也是 也在圓雲五六裡面 所以零零五六的話 我個人認為 以目前來講還是不太適當 我建議吧 零零五零的話 你從他創立到現在 零零五零看一下 對 創立到現在 你想一下 他的過去的殖利率 大概就2%至4% 其實沒有很多 對 你就2%至4%的話 你用時間互利創造你的財務 那個根本就是奇幻之理 不可能 那再加上的話 你還有一個是什麼 他是不是每半年會換股一次 那換股一次的話 各位你想想看 他換股的標準 對 換股的標準就是50大 50大裡面 你要怎麼樣市值變成50大 你股票要漲 兩個 一個就資本的很大 像台語電一定的 那第二個 你的資本的不是很大的話 你就是要股價漲得很高 我幾個例子 那個富邦美 富邦美的話 在2021年9月3號的時候 當時的股價是1480元 那他的市值已經變成50大 他就納進去了 到9月17號的話 來到2580塊 那納進去之後 我們縮小 對 那納進去之後 這個最高點 納進去 那納進去之後的話 他就開始跌 跌到 今年的6月份的話 應該是6月份 剩下769 所以很有可能0050他納入了標的 那張標的 可能是在當時股價的高峰 對 就是這個 再來的話之前 你們看宏達店 他已經每年都在虧損 但是他的市價 市值還是50大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要了解的 所以我個人就像0050 而且0050的話 你看台積電就占了前值47% 所以說實在 他會起起也台積電 成的台積電 敗的台積電 所以我個人認為像這些 如果要是我操作 你就如同你在買股票一樣 你是做一個波段的純股 想說波段的純股 我目的不是用時間 忽利創造你的財務 我是要賺他的資本利得 所以這個各位要觀念要正確 那如果反向的ETF 教授你怎麼看 那反向的話 當然最近的話 大家有一些人做 因為大家都看空 那去操作一下賺到一些錢 我告訴你 適合我們小資族嗎 不適合 我個人認為 有些事 有些人 有些物 只能懷念不能相見 尤其這個 緩一的 緩的 像元大台灣50緩一 因為他本身來講 他的建構的商品 是由其後來建構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他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成本 那我個人認為小資族 盡量不要玩 如果你真正要玩這個東西 買一點點就好了 在怎麼樣狀況之下你去玩 因為你如果 每一天沒有投資一下股票的話 又不想輸太多的話 那你就買一下 一點點就好了 真的不要玩這個東西 我們講 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要順勢而為 也就是說人家 擲那21點對不對 他們一定會算機率 贏的時候 壓多一點 那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是一個空投市場 那空投市場的話 我說實在 我們只要玩少一點點 那將來多投市場的話 我們就要all in多一點 就是這樣我個人 真的你就會贏了 那什麼時候有機會 從空投市場 轉為比較正向的市場 鄭教授你覺得 現在有沒有看到一些 比較好的跡象呢 其實有時候我們剛才 有講到存股就好了 存股的話 大家你要了解到 我們就以這個來講 台灣在民國79年 2月12號 1月6月8月 各位你要知道 這個等了30年 那我只是說用這個例子來講 那我們在18619的話 我們很多人講說微笑 今年ETF年初的時候一大堆 各位你想想看 這個是微笑期限嗎 這個是會哭出來 這個要等幾年 我真的不知道 18619說真的 你可能10年20年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你要存股的話 不管你縱使要存 台灣50ETF 但是我是不建議 因為你那個就是波段存股 那如果你一般來講 你最好是在什麼 中間值 我不是說台股會跌到1萬點 我只是說 你如果這邊的話 不是在18619的話 是不是差了8000點 那你縱使這樣微笑 才會微笑起來 這個微笑不起來你知道嗎 這個你的嘴巴沒有那麼大 那再來的話 就是最棒的 我就一直跟各位講 一定要等 等什麼 一個整個的期視緩轉 有空轉多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會買到 類似這個相對低點 那你看 這個是人生的勝利組 那你說這個 可以做得到嗎 當然可以做得到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你只要看這個東西就好了 你就看美國 不管時間起功再值利率 或是我們看到 聯邦基金的利率 開始要降息了 那時候我個人認為 是一個好的一個時點 有降息的時候 傳出降息的時候 那時候你最好 我個人認為還是純金龍骨 這個是我對大家的一個建議 好 非常感謝鄭教授 今天解答了很多小股民的疑問 買金龍骨還是買ETF好 其實都可以就再等時機 目前空投趨勢不變之下 大家操作還是要小心 我這邊就是說 你如果買ETF 就是波段的存股 波段存股 如果你金龍股的話 你就可以定期定額的存股 好 感謝教授的補充 那來看一下 最後一個階段來聊一聊的是 剛才我們講到 這個9月營收全數公布之後 今天有一些9月營收創高的個股 股價感覺有還他公道 包含了聯電跟ABF 今天有看起來反攻 逆市漲 今天強漲是漲真的嗎 我想請教一下楓總 因為9月營收過去公布之後 昨天台北股市無差別下殺 大家都跌沒反應 但今天開始有人反應了 包含了景碩9月營收創高 今天漲 聯電會開低走高 9月營收也創下了新高 還有聯合再生 南電等等 這裡面當中 有沒有誰是真的漲業機題材 有沒有誰可能就是混水摸魚 其實我們要用準則來看 不能只用肉眼來看 你看 譬如說金寶 它營收連續5個月對不對 人家這個還連續12個月 為什麼漲得比你少對不對 你說這個它有獲利 它有營收也有EPS 可是它今天 它算是好 它漲3% 可是你看像這個南電 還有像這個新興 只漲得0.8% 那怎麼會這樣 同樣都是A B F 好 我用下面一張 來跟大家做個解釋 我來問大家 然後大家就大概可以猜出答案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做進一步解釋 宜特連續5個月 這也是連續5個月 它今天快要漲停板 它今天竟然打下來 這我在8月29號的時候 我講過漲了一個月了 它今天為什麼打下來 你看 欣欣我剛才講過 A B F的問題對不對 為什麼 景碩3% 它漲0.8%對不對 好 那你看 我們說 看營收是不夠的 你要看什麼 位階 獲利跟產業 我拿一個大家比較認同的產業 大家認同產業就是車用 網通對不對 工業電腦 這是網通 網通其實9月營收 很多都是創新高 非常棒 或者是說YOY都是 什麼40幾%的 算一大堆 你看這個是高價的 這個是中高價 這個是低價的 你看 這個地方今天 省準9月營收創新高 它怎麼還小跌 這還跌比較多 這個地方沒有什麼跌 來 我給大家看K線形態 我們再來跟大家做個解釋 下一個看 對 你看 為什麼 位階高 宜特位階很高 我8月29號講的時候 長了一個月 你知道我這邊講 我真的講不下去 這個就是叫什麼 這叫抗農遊會 對 棒打出頭鳥 大家千萬記住一件事情 以前大盤在量滾量的時候 很多人會告訴你 我們要買強勢股 就是高要更高 現在這種方法 逼一千萬不要用 為什麼 不能用這種方法 對 你去 買強勢股 高要更高 我在8月29號講的時候 你不聽 然後你在這邊拚命問說 要不要追高 這個這樣 一下來的時候就很恐怖 金寶為什麼 一樣是連續五個月創新高 沒有漲到 之前沒有漲到 低位階 而且又低價 大家最喜歡這種低價的 對不對 所以他今天上來 它是很頓的股票 今天為什麼能夠大漲 沒有安全標的 星星你看這個地方 來 我說過 你以為這個地方叫什麼 你以為這個地方叫底部 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下降壓力線沒有突破 就變成天坑又下來了 兩個禮拜前我來的時候講天坑 明天還在笑對不對 就是感覺更深了 所以你不能說 只是天坑是在地上的 你以為他已經在地上 一踩下去還深不見 為什麼 下降壓力線根本沒有突破 根本沒有好好打出一個形態 你看這個地方 高價的 現在這種凡事 高價是比較不利 而且他有談過 問題是他股價貴 對 他比較貴 本益比高了 中高價他還不錯 你看 可是你看非常有趣 他今天雖然打下來 可是來到相對低檔的時候 留下眼線了 代表什麼 這種事有人區間操作 就是他的價值 有人願意低接 可是不願意追高 可是你看這個低價股 這張股票非常值得有趣 來 我跟大家講一個現象 我們看下面一張 好 這張股票跟友達群創一樣 減資 減資 然後他減資同一天開放 同一天 對 你看非常有趣 9月28號很倒楣 人家9月28號到10月5號 人家大盤在反彈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享受到 對 跟其他面板隊一樣 結果昨天開盤之後 昨天大跌的時候 遇到股災 他沒有跌 今天還是強勢 為什麼 還有一個補漲作 你看融資一路在減對不對 這兩天 大概因為減資之後 驟減 融資來到相對低檔 你看這張股票 你看 他這個地方 投信的買盤在這裡 對 沒有送送之外 我們用一個格局來看 好 這個10年線 是下面這條線 最近這條線是5年線 大家最近很多人在看5年線 他剛好來到這附近 而且你看 他這10年打出一個 你說圓湖底 WD都 他那個頸線有沒有 在兩年前突破之後 你看這兩年 又回到頸線 而且都沒有跌破 收盤都沒有跌破 對不對 這個等於說 保住了這個10年的一個大跌 他代表什麼 那個趨勢一旦成形 要扭轉趨勢 是需要時間的 他又怎麼樣扭轉趨勢的條件 就是說他這個地方底部成形之後 他等於說他的整個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格局拉開 為什麼 他在今年上半年 你看他9月營收是第三個 可是他第三期跟前三期營收是創新高 而且他是台灣 歐洲出貨 歐洲比方最高 所以說他上半年 算是0.9億元 其實是因為匯兌損失 扣掉0.5億元 把那個匯兌損回來的話 他的本業其實是賺1.4元 所以下半年又更好情況下 我認為目前他的本業比比較低 而且他出貨的東西 就是他是全台灣網通廠裡面 唯一一個拿到連續20年 美國這個資安認證 他是唯一的廠商 所以說我認為他是物美加領 而且之前沒有找到有補充 位階比較低 覺得營收也還表現還不錯 這一種可能是限電站 大家去操作比較安全